MISTY 討論公司的未來發展 回來我們繼續跟MISTY 討論公司的未來發展 剛才提到MISTY 你們很成功 很快地回到本和收支平衡 但我可否討論公司目前 會否有考慮繼續投資者有融資計劃 目前有幾間投資者對我們表示有興趣 現在都積極地考慮融資計劃如何安排 你們暫時的公司運作情況 對融資方面沒有迫切的需要 其實融資情況想將公司做大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在這方面進行 我們都希望朝著這個方向走 明白的 現在疫情 坊間也有不少的APP 出了一個遙距診證的服務 你們有沒有想過會出呢 其實我們現在都研發中 預計三個月左右都會出街 我們那個做法就是希望透過這個遙距診證的時候 可以幫助一些在疫情裏面 不方便出街或者去擔憂 外面有受到交易感染的情況的病人 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可以為大眾服務 我聽到他剛剛說是想著明年初 應該是明年初左右出 會不會怕會有些慢呢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有 同類的APP其實已經有這些功能 會不會怕每個都慢了一步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自己都在研發上 都會加上一些 網路線上付款的功能 另外也會有一些 會是市場上 它們的遙距診證 沒有的功能我們都會加上去 因為有些新的技術 希望在這個過程裏面 幫助病人之外 亦都可以在使用體驗上面 會變得更好 所以時間上可能都會 要花多一點時間 可否講一下你的信心 即為何會有信心 可以和其他一齊佔過這個市場 其實這個市場是很大的 到底怎樣做呢 其實各個企業都會有不同的方法 我們自己希望透過我們的整合式 整體去做 而不是做一個單純的功能去做 因為我們有預約 有知道你幾時到來 差多久到來 也會整合不同的功能 所以視頻診證的時候 就是整件事 不是單一 只是做視頻診證 而是用一個生態圈的形式 去做市場進攻 即這樣可能會給其他同類的APP 可能就會多了一個優勢 有少少不同 希望各個企業都發揮一個不同的優勢 優點 為整個香港 每一位市民都為他們提供一些新的選擇 我們都很希望業界可以百花齊放 因為畢竟線上診證好 線上預約 便利程度也好 其實對每一個市民都有利 我們都希望會為智慧城市出一份力 你們公司 我聽過你曾經有說過 其實有打算開拓一個醫療數據平台 是 可否講一下你現在的進度是怎樣 其實這件事由起步的時候 都是不停去籌備的 因為整件事不能夠一下子去做到很完整很完美 所以隨著我們的步伐不停去拓展 由診所開拓 接著做到有醫院的開拓 接著有影片的開拓 從而去收集更多的病人 或者收集更多不同的數據的時候 才可以逐步逐步去完成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一切都是按著進度 不停向前去走 有沒有想過那個平台 其實你希望可以有些甚麼作用 其實希望收集到不同的數據 因為他除了私隱的一些資訊之外 可以 generalize 做一些大的趨勢 從而透過AI 和自動化分析這個病理 從而去判斷一些症 包括我們能夠做得到的話 如果病人有些甚麼事 心跳突然很快的 透過IoT的檢測 我們可以讓他知道 原來可以自動提示病人 可以順手幫他預約 讓醫生知道這個病人有急切需要 也可以主動提示病人 不是定期 是 約了下個月三日來的時候 才下個月三日去 我們突然有急事 可以提到病人主動去看醫生 從而減輕他這個疾病的風險 減輕他這個生命的威脅 你們公司其實現在就用香港來做具點 是 未來會不會有些甚麼 可能去進軍其他地方的想法 其實我們就是 作為一個香港公司 我們也是希望在香港站穩正腳 容後就向不同的市場發展 首要目標也當然是希望亞洲 因為畢竟文化會較為接近些 當然每個地區 每個國家的文化和需求都會不同 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的技術和經驗 會和不同當地的國家的企業 一起去共同進軍市場 有一個好處 可以減低這個風險 同時間也增加成功的機會 即未來都可以想著 可能都會由亞洲起步 是 這是我們的目標 希望在這件事情上面 可以讓不同的人都受惠 因為技術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不同的地區可能有不同的需求 但每一個人看醫生是他們基本的權益 我們希望為每一個市民 每一個人都可以提供一個機會 可以令他們變得更方便 透過科技的方案 可以解決他們的困難 剛剛說的是亞洲市場 有沒有想著想入哪個國家 其實亞洲主要我都是希望 首先去走東亞亞 台灣其實都不需要一個好選擇 我們除了台灣之外 也會有些投資者 都給我們不同的建議 包括我們之前 有些投資者說 原來是不同的歐美國家 其實都有很多的需要 事實上我們經過這次 疫情亦都見到很多問題存在 就是原來在歐美國家 雖然他們可能醫療科技都很先進 但他們在診症甚至防護裏面 發現原來有一些行為習慣 原來是可以引致到這麼大的災難 可能這也是我們現在的商機 亦都可以向不同的國家去進發 好 謝謝Misty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